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将军担心是倭寇 派出去跟踪的人 每每跟着跟着就失去了联系 将军远想追查到底 不想军中有事 将军不想打草惊蛇 就将追踪之事交给了我 我忽想起妹妹擅长追踪 且我们姐妹已是好久未见 可以借此机会一句 不知妹妹可否愿意助我一臂之力 师父 这个齐夫人是谁呀 承安不认识齐夫人 哦 当年我和大人在杭州办理倭寇案子的时候解释的 齐夫人是将军夫人 金锅英雄 当年我们还一起为守卫杭州府而并肩作战呢 金锅回忆着那段誓死捍卫杭州府的经历 就在他们已经淡尽粮绝 只能肉搏的时候 金锅当时的脑海里一片空白 他疲于应付 心中只有一个执念 要跟齐夫人一起守住杭州府 保百姓安全 同时他答应过陆毅要等他回来 大人说过 等我 他承诺我等你 那是一份相守的承诺 其实金锅何尝不怕死 他曾是那个六扇门里最知道保命的原金下呀 但是他更知道自己不能退缩 为这满城的百姓他也不能退缩 如果说怕 他更怕的是再也见不到大人 他们刚刚确定彼此 难道就要天人永格吗 他不要 他还有好多话没有告诉他 我每一次称赞你好看 都是因为心里又喜欢你一分 他们来得及说 即使你是人见人怕的鹿眼王 在我心里 你只是我一个人的鹿八岁 他们来得及说 以后你再执行任务回来 不用再一个人坐在河边 我会陪着你 坐你的避风港 他还有好多好多话想对他说 所以他不能放弃 他只能不停地战斗 就在金锅渐渐体力不支 快要放弃希望的时候 一个熟悉的身影如天神降临一般地出现在他的面前 那一刻 他至今都无法忘怀 他为什么会来 他怎么来的 他为什么看上去那么疲惫 这些问题在这一刻都不重要了 他来了 就够了 金锅渐渐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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渐 因为战斗已经凌乱的头发 白皙的脸庞上因为战斗不满疲惫 那含泪的双眼让路易心疼 很心疼 身上脸上都是血的路易 那个浑身浴血的路眼网 决绝地扔掉佩刀 一步一步地走向自己 这每走一步都似乎坚定地踩在惊吓的心里 让惊吓无法呼吸 就在路易一把抱住自己的瞬间 天地时间仿佛都停止了 惊吓只能感受到从路易身上传递给自己的温暖 从路易紧抱着自己的手臂中 传递给自己的那份紧紧的深深的情谊 他真的来了 那一刻惊吓才有真实感 在那一刻即便是死 惊吓也心甘情愿 惊吓张开双臂回报着路易 此刻再没有什么能够将两个人分开了 幸好赶上了 路易轻声说道 惊吓的泪再也忍不住地滑落 这一句话里包含着多少的日夜兼程和彼此的思念 路易总是这样 用每一个拼了命行动深爱着惊吓 却用最简简单单朴实的话语来表达 惊吓抱着路易渐渐下沉的身体 直到路易昏倒了过去 他才发现 路易隐藏在衣服下面的手臂 已经是血肉模糊了 而直到战斗结束 林玲为路易诊治的时候 他才知道 路易早在与倭寇对战的时候 就已经受了很重的伤 他就是带着这样一身伤 几乎是不要命地赶回杭州府 就像他自己说的 因为我担心你啊 担心战火刀枪无眼伤及你 担心窝口杀进城伤害了你 担心所有人都撤了 毁了城 你还在傻傻地等着我 惊吓笑着说 我当然会等你啊 但我也不会傻到 连自己的性命都不要了吧 路易看着惊吓深情地说道 但我可以 如此深情的路易 叫惊吓如何不爱 路易问惊吓 是感动了吗 其实不仅仅是感动 这样的爱填满了惊吓的心 从此便再无空隙 能留给任何人 师父 师父 是谁的信仰 成安 见自己的师父 看过信 就开始发呆 不由得用手 在师父面前 晃了晃 哦 惊吓缓过神 从自己的回忆里 清醒过来了 合上了信 这是杭州府 其将军夫人 给我的信 其将军夫人 成安不认识此人 哦 你不知道三年前 我 大阳 跟随师父 与陆大人 南下办案 曾经与其夫人 并肩战斗过 别看 她是将军夫人 可是 金锅不让须眉 当初 我们还一起 打击倭寇 守护了 杭州府 惊吓简单的 介绍着 哦 她给你来信 可有事 陈安问道 嗯 她想请我去杭州府 协助她查探一些事情 对了 陆大人说去南下办事 可是杭州府 金夏看了看 陈安问道 好像是杭州 陈安回复道 太好了 金夏突然跳了起来 吓了陈安一跳 怎么了 师父 陈安拍着自己的胸口 紧张地看着金夏 我这就去找师父请假 我要去杭州办案 说着金夏 蹦蹦跳跳的 拿着信 跑了出去 陈安冷静了 想了一下 微微一笑 原来是少夫人 是找到去看少爷的理由了 终于不用看她 天天哀声叹气的 想念少爷的样子了 金夏将 齐夫人的信 递给杨捕头看 杨捕头看了看信 思考了一下 嗯 的确是 齐夫人有求于你 那你准备什么时候启程呀 明天 哦不 今天 今天 金夏开心且激动地说道 这么急 杨捕头看着金夏 瞬间猜想到 莫不是陆大人也去了杭州府 啊 嗯 什么都瞒不过师父您 不过我可不是去见他 我是去帮助齐夫人的 不见他 不见他 金夏虽然嘴上急着掩饰 但是早已洗上霉烧的样子 是骗不了人的 杨捕头笑着摇了摇头 那好吧 我会跟上头说 说你去协助杭州府办案 稍后让齐夫人给你补一个协助的调令就可以 你打算自己去吗 当然 金夏开口说道 我们柳扇门本来薪水就少 补助又不多 我毕竟是私下里帮助齐夫人 就算是未来补了调令 去太多人未来师父你也不好交代呀 金夏不想让师父为自己的事情为难 可是你一个人去 我还是不太放心 杨捕头担心地说道 我跟师父一起去 说着话 承安走了进来 承安 金夏看到是自己的徒弟走了进来 你要跟我去杭州 对呀 你是我师父 自然是你去哪里 我就要跟到哪里去了 而且难得有外出办案的机会 师父你可不能丢下我 承安央求道 也好 承安跟你去也好有个照应 我也是放心 杨捕头心想 承安能去是最好的 当初陆毅将承安托付给他 这承安也算是自己人 陆毅只说是自己的远房亲戚 想让他历练历练 无奈 这孩子身体不是太好 不适合再紧一位 就来六扇门跟着他和金夏 学习追踪之数 这半年来看 这孩子也是有了不少长进 那好吧 承安我们各自去准备 今天下午码头见 金夏说着收起齐夫人的信 就赶紧往家赶 承安见金夏离开了 也拱手告别杨木头 回去整理东西 顺便给层服飞鸽传书 金夏受齐夫人之邀 动身去杭州府 给屏幕转称 若看 能否认重 不讶 能否认重 曲 试图